哈喽大家好,我是新鲜君子兰的小鑫啊 那个长春这两天回归了,所以给大家放18颗啊 然后同样都是带盆的,而且已经是化好新土新肥 39米啊,这个长春实在是太热 现在花椒里面估计都得将近30度,光比较强啊 然后这颗是一个一号头型,比较平打的是扇面的啊 然后前底的,然后这个是二号啊 然后差不多那个都是三年半左右的了 年底的话有个别一两颗能够上键的 然后其他的话都得五一左右的啊 这个是二号,然后是三号 三号,然后给你们用一下这个桌机和纹路 这个是三号 然后四号差不多,可能是带着剑的啊,感觉上 然后看一下这个是四号 然后是五号啊,同样的话形体都出来了 然后打得非常漂亮的一个扇面 然后这个是五号的桌机 然后六号呢,它是一个像出佛手型的啊 然后上巴子立项的,这颗是六号啊 喜欢中大型的可以来六号啊 六号这个桌机给大家用一下 然后是七号,七号也是打的是这种上巴子 然后比较宽,达到七个宽到八个宽 然后这个是七号的桌机 然后再来是八号啊,八号的话桌机够大的 可能上肩会快一些啊 然后它也是八体的一个东西 这颗是八号 九号,九号我也非常非常喜欢这种的 然后小桌机,然后这个宽度的话 将这七个宽啊 然后形体给大家看一下 这颗是九号 然后十号,十号也好看 然后桌机扁啊 然后形体的话都出来了 然后是枪头的,十号 然后十一号,呃,是一颗胜利啊 就感觉像兰花一样的 然后桌机也是跟十号是到 桌机都是扁的,是胜利串 这颗是十一号 然后十二号呢,是一个佛手型啊 而且这个花桌机比较壮实啊 然后它这个那个勺就比较大啊 我给你看一下整体的形体 你这种佛手型 然后这边十三号往后的话 花立像非常好 你看这小立板 十三号 感觉坐机有点歪 回家挣一挣啊 但是立像非常好 十三号 然后包括十四号也是啊 这条花就是立板 纹路 十四号 因为今天光有点强啊 可能看纹看得不太清啊 包括十五号 它立像自然直立 桌机也是比较密的啊 十五号 光强 然后是十六号 我给你们看一下纹啊 花体的啊 这个是十六号 好,十七号的桌机也是这里面比较大的 就是它会上进会快一些啊 十七 然后十八号是立像非常好的 然后宽度大概在六个宽左右的啊 喝机 累死我了 我现在属于虚胖啊 所以说趁着明天和后天 两天比较暖和的话 如果有喜欢呢 赶紧在评论下方留言啊 喜欢君子辣的 别忘了给小星点 关注持续还是会给大家分享更多君子辣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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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